原标题 鞋跑得飞快 哪种人物得名飞将军 了解历史朋友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 没错 这位就是孙元良 孙元良生四川成都华阳县 他父亲是一名之县 据说67岁才生下孙元良 因此孙元良从小就过紧一玉石的生活 而且孙元良在学校成绩各方面都很优异 算得上本地高才生 孙元良在国军将领 算得上是一位高学历将军 他曾就读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浦军校读书 与关林征 陈庚 陆玉明 侯靖如等人都是同学 后来又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兵课 因孙元良长的仪表堂堂 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就选派孙元良担任仪仗队队员 被现场的蒋介石看中了 说这小伙子长的精神 要知 到蒋介石选拔人才都是看外表 像徐帅就是蒋介石错过的军事人才 不过到打仗方面 我们这位非将军真不怎么样 可同样是非将军的韩副举没法比 在北伐战争期 孙元良时任第一师第一盘团长 但是也算是蒋介石部 当时孙元良负责在牛行车站抗击敌军 谁知道战斗一打响 孙元良部队是节节败退 这时孙元良没有想着怎么抗击敌军 而是自己一个人气逃跑 导致战略要递失守 之后成前又让他驻守奉亲 非将军又在线逃跑本领 气得蒋介石亲自来奉心督战 为了制止他们逃跑之罪 将下令连坐法士兵逃跑枪毙班长 班长逃跑枪毙排队依次类推 当时本来孙元良是要被枪毙的 但是非将军孙元良却躲过这一次 还得到出国留学机会 这就是小编前面说 他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科 原来是有人向孙元良就请 这也难过孙元良多次逃跑都安然无事 真是英文医 据老话朝中有人好做官 归国后孙元良就算是海归了 和以前确实不一样 担任第一是第一旅旅长 真是前途似锦 风光无限 像在后来的抗战中 孙元良依然改不掉逃跑毛病 像孙护会战顾住同让孙祖基扎北日军 谁知孙元良没有打几下 他看自己不是日军对手就撤退 不过他还留了一个团坚守扎北 这才有了该团团赴谢禁援请经率八脉壮士 孤军聚首四行仓库的京师壮举 南京保卫战 非将军孙元良在线逃跑本次 他到南京不在部队训兵 而是天天在戏院听戏 回来敌军打来 他不同支部队 独自逃跑 据说他还是在南京青楼之中躲过节 还有后来的淮海大战 非将军全身而退 在淮海大战几个兵本主帅 非死即将欢孙元良 却全身逃回南京 1949年底 孙元良来到台湾后 退出军舰是从上 不过他结局情好活到103岁 而他还生了位好儿子 可能大家 都很熟悉台湾著名男演员秦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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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